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疫情在目前没有缓和的迹象 面对防疫抗疫越来越艰难 湖北省又有一个城市跟进要实施暂时管制了 那就是洪湖市 从今天开始严格管制人员跟车辆进出 而在湖南省有一名官员 七家带卷逃到泰国想要避难 现在已经遭到逮捕跟惩处了 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 科学家现在已经拍到新冠病毒高解析度的照片 这是有助于了解病毒特性的 另外中国也研发成功了最新的检测盒 号称一滴写15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 中国国务院今天公布新增确诊人数 已经从二月初每天900例 下降到现在一天才300例 但官员坦承疫情防控到了吃紧的阶段 当前湖北和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 可以说到了是最吃紧的时候 防疫抗疫越来越艰难 湖北又有一个城市跟进实施暂时管制 洪湖市今年起严格管制人员车辆进出 民众行动和生活都遭到严密监控 湖南省却有官员耍特权溜之大吉 这名官员在湖南张家界负责疫情联络 一听到当地出现一例确诊 1月30号就西家带卷搭机去泰国 还谎称自行在家隔离 后来被揭发 2月9号才搭机回大陆 已经被逮造到惩处 担心疫情升高的也包括国际快递龙头DHL 和德国邮政宣布暂停寄送中港澳的包裹 台湾则不受影响 而在疫情蔓延的仇云产物当中 也有好消息 美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13号公布新冠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全彩色高解析度 有助于了解病毒特性 另外中国也研发成功最新型的病毒检测盒 号称一滴血15分钟就知道确诊的结果 渴望有效加快控制疫情 杨振平编译 感谢观看